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初在1645年荷兰人引进台湾 但果实小 没有食用价值 台湾人不爱 后来台湾农民自己改良品种 见受青睐 比起越南品种 台湾的火龙果 没那么重的腥味 却多了清爽的甜味 刚打入市场时 身价一度很高贵 现在价格大概剩三分之一 但一年还是可以创造四亿四千万的产值 论栽种面积 彰化台南种最多 品质也不错 桃源新屋的果农 结合产观学 为竞争力加把劲 我们比较新手 当然我们还是向外学习 比如说倒南部去 比水到好多了 一分地的产量差不多四千多斤 这个是很很大的一个潜力的水果 还有进步的空间 栽培面积如何再扩充 研发工作没有停歇 一般台湾的水果都需要喷药 没有喷药 没办法产量出来 台湾农民的强项除了改良技术之外 就是变通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棚架就是这样 本来这个铁架上面仿造葡萄果园一般的 所以所有的火龙果都长在上头才说不容易 干脆大家把它给拆了 让所有的火龙果就像是瀑布一样却坠下来 那么辛苦的果实自然垂手可得 有点没 没听我们四千 有点没 没听我们四千